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哪有卖猪鱼的 他说广东话怎么讲 猪鱼 我说你买为什么 他说我跟人说哪有卖猪鱼的 我说你为什么要买猪鱼 他说不是那个 姚之兄弟登高处便差猪鱼少一人吗 他以为香港人 用广东话列起来就变成像猪鱼了 对对对 他以为香港人今天的登高 他要去到处买猪鱼 我是最感兴 最有同感的还是第一句 就是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 这个第一句是 我是一直觉得一生就是这样 你现在还有这个感觉 但是呢 有一个人 他已经没有后边的半生来感受了 所以我说连这句诗 到今年也出来了这个变奏 独在异乡为异客 已经成了鬼 这就是说的一个被打死的一个内地游客 黑龙江急的 昨天我们聊了一集 因为这个事情闹的动静太大了 我就说你眼睁睁看着一个街头斗殴是如何酿起一个 惹起这个两岸三地 甚至是国家旅游局什么高调什么什么的 这个事儿 昨天咱们跟家辉聊了 我今天啊 看见一篇环球时报的这个评论啊 叫内地客被打死 重创香港旅游形象 其实你们知道 我跟你们不一样 就是环球时报讲的话经常很有道理 我都引用 对不对 这样子 对啊 我拿下你们什么就 我是左右摆两边 道理摆中间 对不对 但是呢 很好很好 是吧 是吧 所以 没有觉悟 经常我学 我学习 比如说我给你念两段 你比如他说什么 这两段啊 就要说 案情的细节尚未得到完整复原 比如店主是什么人 事件是否有内地人骗内地人的性质 甚至是否由内地恶势力主导了这起悲剧 都还不太清楚 这句话说的很明白 好 那么他你看这个逻辑 由因倒果出来下一句 然而不管怎么说 事件发生在香港境内 他反映了香港旅游市场混乱的那一角 以及香港法治针对旅游市场的严重漏洞 他至少证明了宰客购物团在这个市场上的猖獗 我觉得是 尤其是旅游这一块 其实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这种购物团 拖着客人来逼人买东西 宰客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现在的事了 这很多年了 你记得过去好几年都说 有那个导游骂游客 导游逼游客买东西 已经说了很多年 然后当时 我们几年前都谈过这个事 我还在那时候 我们还呼吁说叫大陆游客 不要再参加那种低团费 或者零团费 零团费的旅游团 其实现在这些团呢 仍然还是那种团 就团费特别低 你想想看 你给个三五百块钱 你想在三天四夜 怎么这样的玩 你说可能吗 就你们说我们群厂里来算 你就算个车票都不行 这怎么可能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一定是要逼你买东西 根本不应该参加 那这个事呢 其实香港旅游业 他们有个议会 因为香港这种行业 我不知道大陆可能 跟香港这点非常不一样 香港是一个非常靠 各个专业自律的社会 比如说医生 当然我们有法律规管 但是更主要是靠你医生 这个行业本身的专业协会 来自律规管你的会员 旅游业也是一样 但是很明显旅游业呢 这一块呢 就发生严重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谈了很多年 屡禁不绝 你比如说这回牵涉打死的 那个姓李的 那个香港领队啊 他其实前阵子才被揭发 他是 姓李的 哪有姓李的 有一个香港的领队吗 不是 这个领队是姓邓的 是内地 拿双城镇的 内地女的 然后不 还有一个香港人 又是香港导游 没错 这个姓李的 因为这件事目前被逮捕的几个疑犯 首先要注意 我们有时候把他简化成 就是香港人打死内地人 但你仔细算一算 目前被捕的只有一个是香港人 还有三个人都是内地人 那么这个香港人呢 他其实是前阵子才被罚过 就说他是逼人买东西啊 还是涉嫌什么事 那么你看财被罚过 他又回到这个行业 他又继续当导游 是吧 那这就是个问题 第二呢 当然呢 你可以说是磨高于此 道高于此 磨高于仗 你比如说现在这件事 因为今天的新闻呢 揭露出来更多消息 就牵涉到打死人 你像看昨天那个场面 你能不能很清楚那个过程吧 今天警察还带一犯去重组现场 重组现场 他的现场是这样 重组现场还弄了个假人 对对对 像个橡皮娃娃一样的 就在地上 示范嘛 那你看他那个人是怎么样 他是那个女的 跟他闹起来 对吧 那个女的就姓邓那个嘛 跟他吵起来 然后他出去啊 不是喊人帮忙过来教训人吗 他喊来的人是哪来的呢 不是说来了三个大汉吗 那三个大汉 现在呢 好像我今天早上看到最新的消息 说其中有 就算不是三个全市 至少两个是 是其他旅游团的游客 你知道吗 就通过这一夜的时间 就是说影子 所谓影子团友 影子团友 他是几个团协调的 对 他有的时候啊 这几个团 都是一个旅行社组织的 然后这几个团 都在一个珠宝店里 哗大门一关 要是一出事 那几个团的带队的 这就是所谓这个影子团友 那那些人是假装是团友 然后在旁边说 比如说我来香港 我闹这个好 买买买买买 他也是个影子团友 是这样 他负责劝你买东西 那么当时他所谓一吹鸡啊 广东话讲吹该 然后过来的 其实还是那几个影子团友 而那影子团友 其实是内地 也是内地团友下来嘛 所以这件事到现在 我觉得是 第一 我觉得不能够简化成 说是香港人 就打死内地人 我们不要把它变成 是内地人在香港 打死内地人 现在也有香港人参加 也不能这么说 现在就是新闻报道 至少可能有一个香港 本地人所嫌 就是那个性 但是你知道 这个确实是个 很有意思的事 他很多网友啊 实际上现在就等着警方 你要跟我真相大白 我其实很多网友 注意的焦点 现在变成啊 打死人的人里 到底有没有香港人 如果没有一个香港人 那这事另说 如果有一个是香港导游 你打死了 那这个新闻就典型的是 内地客在香港被围殴 至此因为拒不购物 拒不购物 当然还有人说 说现在有些店呢 实际上背后是大陆人开的店 对 它是因应这几年的这个内地客呀 像这个珠宝店呢 大的什么药装店呢 就是为了 专门就是内地的旅游团 开的这个店 他这个店就专门载大陆客的 在这个里边就有大 内地人和香港人合作的 这么一层关系 其实这个关系呢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呢 就最麻烦就是 大家把它简化来看 我就不适宜简化 它应该看成是什么呢 的确是香港 现在管理旅游业这边 一定有问题 这是肯定的 这必须要承认 而且一定要好好处理的 香港整个旅游业处理内地客 这一块 这种游客这些 一定要整个系统的重整 可是呢 你也看出来 是我们今天的大陆的旅游业 本身也有结构问题 因为同样的情况 不是说打死人的 是种带着我们的游客出去 然后出去再宰他们 这个情况不只发生在香港 对啊 所以我就说 我问你 我为什么我讲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 环球时报这个逻辑 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到很多方面 比如说云南昆明 我们知道发生过多起 这样的这个事件 有的时候也闹出 这个伤害的这个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 也反映了你当地的法治 对啊 对于这个问题监管的严重漏洞 对是不是 那就是说 看来对这个 所谓低下团的这个事情 不仅在于香港 而是说整个这个中华大地 甚至于更多的 世界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 对吧 因为我给你举个例子 现在有些情况是 你有没有听过 一些旅游团到了美国 到了欧洲 欧洲 到欧洲 对吧 都有啊 仔细看 他们不是也带游客买东西吗 对 结果卖土产的一些地方 首先导购是中国人 其实后头老板也是中国人 对 他这个产业链 他这个产业链 也都是我们华人 这个非常团结的一个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什么 就说这个这个 环球时报这个评论 我同意 但是我同意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好像 以我所了解的哈 他讲的不全面 因为现在这个国际犯罪形势 不要说国际犯罪形势 就很多事情啊 你不很难斩断开 比如说他的结论 就是说这事 完全是你们香港的事情 你们香港要把这个 他是这样 他的语言话 我觉得他是这样 他说事情情况还不清楚 但不管怎么样 他的后果已经产生了 对 就是香港的这个东西 我个人是两个看法 第一 我觉得香港政府在这个事情上 就是怎么来说 就是执行不利 对 责务膨大 他们这个 特别是这些政府 这几年这个事情 这种淋团废 这个都是自杀的 对香港来说自杀的 香港政府在这边 执法缺位 第二 族群矛盾 不应该幸灾乐祸 对 不应该火上加油 对 就是同样 这个里边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复杂原因 各个国家之间都有 各个地区之间就有 现在这个内地跟香港的民意之间的这种冲突啊 不应该接这个事情 而且我最担忧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呢 由于我们都知道 两地的讯息啊 不是完全百分百能够互相沟通的 不是完全透明的 所以有时候呢 大陆有很多网民对于香港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知道的百分百清楚 反过来 香港人呢 也有很多人对大陆的看法呢 他也没有那个兴趣 说仔细看清楚 他也有历史形成的偏见 也有自己的一些偏见 于是呢 双方现在我觉得最担心的是 我们每次遇到一些夸近的 或者联系两地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看问题就只剩下一个观点 那个观点就是沿着港路港矛盾来看 现在就是我看环境时报这篇评论 聊聊聊聊聊到最后 就是这个吗 那就是说成族群的这个一个矛盾 你比如说 他说的很好啊 不是说的很巧啊 就是说你看 内地被欧死 内地克这个悲剧发生在相对敏感的时期 很多内地人会不自觉的 把他同香港这一年多的治安混乱和激进实力 反内地言行联想在一起 从而进一步损害香港在内地人心中的形象 然后你看 他就是说 这个到最后 这是内地舆论 从不主动挑起针对香港激进势力的事端 内地也没有其内部人士主动挑衅香港社会空间 因此 两地民间能否克服近年留下的后遗症 的确主要取决于香港社会 其实每一次发生极端事件 都是香港主流社会澄清态度的一个机会 让正义和理性主导香港舆论场 让各种非理性的情绪自我克制或受到管束 这或许是香港繁荣可持续性的 试金石 我觉得真是 那他为什么 智力有声啊 那为什么环球时报 他既然说内地有些人会不自觉的把这个事联系当录 所谓的族群矛盾 那你身为舆论 你那么喜欢讲正义 你那么喜欢讲理性 你是不是应该同样的 香港这边我们都有责任 来把这个事情理性的讨论 你也有责任 你不要主动挑起这个事吗 你是不是应该劝大家 能够把这个事情的角度 从所谓的族群矛盾这个轴线挪开 去看他应该主动谈这一点 而且香港的这种零团费 这种敲诈这个游客 由来已久 这跟去年的战中没关系 这早在战中前就已经是这样 这个事情根本是香港 我觉得香港这个问题我们都承认 绝对是个病灶 你一定要严正处理 此外这看上去是一起孤立事件 人家也说了 跟香港一些极端力量 前段时间反内地游客的激进之举 不像有什么联系 对对对 人家说了 人家说了 不准一样 环境时报 香港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习近平的十三五即将出台 会有什么重彩浓墨 十三五会成为中国重返世界的关键铺垫吗 什么什么五规划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也是宏观规划将微观市场的综合 让十七平为你解说分析 国民党穷得只剩下党产了 朱立伦为谁而战 说到底是为了保党产 为什么 中美在南海会爆发冲突吗 中美博弈有软有硬 如何观察 香血制药 十平大财经 星期四晚上凤凰位是中央台 将心营造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斗拱 雪花唇生 将心营造 主持人 风导 是田 珍珍 我作为一个 这个土生土长的大陆人 但是在香港生活多年 是吧 高度爱国爱港的这个人士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就是和谐 友好为好嘛 对吧 但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就是别着急 那那天我们还在聊 就是今天出的很多事 不一定那么急于表态 因为警方还在侦讯 对吧 等他这个事情真相出来了 咱们在这个铁的事实面前 你在怎么聊 都是显得有根据 否则现在都是马上急于表态 我估计是这回事 这个估计这件事情 本身就会是一个信息放出去 它就在形成一种新的事实 你比如说 我就说这个 从最基本上说 对游客有好处出发 这种零团费造成的 应该严禁 这种恶果 包括咱们就原来就说了 青岛那边38块钱一只虾 香港这边也有19800块钱 一瓶黑鬼油 是吧 就是买那个什么 有一种叫马卡的什么玩意儿 让人家这个内地客 对对对 刷了40多万 对吧 就是这个现象啊 是一个你看 甚至就是你说 全世界旅游市场 都会都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啊 得从游客本身利益 这个想一想 这些零团费 或者说这些个 价格上面的这个欺诈啊 到底怎么样能给他去除掉呢 那当然政府监管 或者行业监管重要 可是我觉得消费者 有些很基本在 我看来是 作为消费者的常识 对 大家应该举备 就这个世界上 哪有那么大的便宜 摆在街上 让你拿呢 没错 这是最简单的事 一只鸡摆在桌上 说告诉你 你五毛钱卖给你 你敢买吗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最静音是政府的措施 你要严禁重罚 稍中期一点 就是广大的这个消费者的 基本的常识 你不要太贪便宜 这个太便宜的是美好货的 除非你是愿度复苏 你说零团费 我去买东西 我就在这个当中 挑我需要买的东西 因为有很多人心里是这样 我本来就是要买东西的 所以你零团费呢 就美国拉斯维加斯 有很多很便宜的旅游团 去了干什么 就是让你赌 那么有很多人 我本来就是去赌的 所以我就参加零团费的去赌 赌了输了 我愿赌服输 是这样的 那你当中不能搞欺价 但是更长远的 就是还是 为什么商家都可以这样 用我的说法是掠夺性 自杀性的做生意的方法 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 现在内地 你想想看 每个阶层都有自己不安全 当官的 你以为他安全吗 他要担心他的官位 他要把老婆都送到国外去 做老板的怎么样啊 什么毛里求是去开个公司 干什么 知识分子也在有 那么下层的民众怎么办啊 最近我看到一系列的报道 就是说 其实跟天价下道理是相通的 就是你进地方上农民啊 集体啊 给你承包这个地啊 一个树林啊 不顾后果的开发 对 矿物 这个地方有点矿物 明明都知道 谁都家里的老人都告诉 你这块地要是这样用 将来就废了 对 废了关我什么事 我承包这些年 对 我不拼命用 你说这些事情本身都是孤立的 不相干的 但他背后的安全 不安全感 是香港的这些做生意 何尝不知道 你这样做生意是做不下去的 做死的节奏 骗到一笔 是一笔 没错 而且你记得 就是还有一个啊 就是说这个旅游资源 这个所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这种里边奥妙无穷 你比如说像少林寺 少林寺一直就没说 没说清楚 你能能明白吗 他这个庙是一个庙 完了庙的周边呢 又是归哪 赢得的利益归哪 然后呢 这个什么武僧团 还有无数的这个什么少林 也打旗号的这种武术学校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这个利益链 所以我就说 不说少林寺了 少林寺还没出事 这个山海关知道吗 山海关5A级景区最近被摘牌 出现新闻 是因为这个旅游局长哭了 记者来采访 上一任的旅游局长 这凯探呢 就说哎呀 回顾当年 我如何从北京捧回 我们的5A级景区的招牌 我们秦皇岛上下 欢欣鼓舞 说说旁边那县艳旅游局长 就哭了 说都怪我呀 在我手上 我们把这个给丢了 为什么给丢了 理由有几个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卖票虚高票价 可是你就知道 这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看这几个照片 就有意思 山海关景区 人家说光凭旅游资源来说 5A级其实它是够的 对吧 但为什么被摘牌了 你再往下看 哎 其中一个理由就脏乱差了 你看这个垃圾箱 哎 有点这个青铜器的斑驳 你再看 哎 就是说这个购物啊 和这个景区之间 你就分不清楚 然后你再看 这个 好 五地动感影院 五地动感影院 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山海关的这个员工都说呀 说我们为什么被摘牌啊 叫一块不干胶引发的悲剧 为什么呢 你就可以看就像啊 他是个国有的景区吧 可是他跟一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 叫李华的有合作 嗯 而有一个农民 也不我不知道是不是农民 大概就是有一人 借着这个山海关景区啊 因为他要开衍生 他在附近呢 弄了一个五地动感影院 嗯 于是呢 山海关景区的票 本来是60块钱 一张成人票 嗯 结果他卖90块钱 说多出来的30块钱 就给这个五地影院 是的 就是说多出来的是有什么服务啊 就是你可以到五地影院啊 看个这个五地 那个那个影院 看样子 好像工地上搭的那个 给工人睡的棚里 我现在拆了 现在是 然后开五地影院 这个人呢 就跟这个李华说 说你要能把游客 你山海关游客 拉到我这来看五地电影呢 我给你抽头 我给你抽成 好 这李华你知道最神的 你我我听着都不可思议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不是山海关景区 善改票价 是李华 山海关景区原来60块钱 成人票一张 李华改成了90块钱一张 他怎么改 然后他写了个牌 背后是不干交 他就贴在原来的价格牌的外面 然后你听着吗 这个景区是有巡查人员的 然后李华 那那些人呢 李华打的是游击战 他知道就跟鬼子巡逻似的 这一个小时可能来一圈 然后他那边巡查要来的时候 不干交嘛 他就拿下来 然后那边巡视人员走了 他再沾上去 然后就在他这个临时收炮点这 就卖90块钱一张票 然后领着那些人到那看电影 他那个科技水平不高啊 他69不是可以到的吗 他只要这么一转就转过来了 所以我说你听着这种事 自己弄个牌 你知道这不由得让我想起 我对北京一件事一直就不太服气 就是你不管停车啊 停哪 不管停任何地方 过不了两分钟 登登登一个人就过来 哎收钱收钱 对对对对 我说 你不知道他是谁 我给你看看 我给你看看 对对 但是我们老百姓的心理是 有人收了钱 我就很放心的停在这里了 他多半点 要是我停下来以后 没人来收钱啊 对对对 该不该停啊 该不该停啊 我听说的最气 你说我们的老百姓 变成这么一个心理 我听说的最气愤的一个遭遇 就是回来之后 收钱的人不见了 警察给了圈贴了贴了个本 贴了那个那个发单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觉得这事有意思吧 我觉得 但就像刚才子东讲的 像这种事啊 你比如说就旅行社 或者景区 要宰客 这种心态 我觉得是今天其实所有行业都有的 你包括 你没听说那个学校操场读跑道 你听过这事吗 就最近好几个学校 小学生幼儿园 结果集体流鼻血 孩子 为什么 是学校铺那个跑道啊 你知道跑道不是有那个胶吗 有毒啊 我的天 那那现在这种毒跑道相当多 全国很多学校都有 已经很多家长担心 就说让孩子别上体育课了 别别在外都跑了 就那个跑道有毒 那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各行各业 从几年前说到毒奶粉 到现在变成这样 都在到处都在宰客 这个宰客就像刚才子东讲 就要赚快钱 这个赚快钱 这种不安感 让我想起来中国现在变得很奇怪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人 你比如说以前我们中国人呢 讲道德啊 我们没有那种西方的 或者穆斯林那种宗教观 一般汉人 我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呢 是往前看往后看 什么叫往前看 我干这件事 对不对得起祖宗 对不对得起父母 是不是给人 先人丢脸了 往后看呢 是给孩子留下什么 对 得基因德 要有后 现在呢 有趣的是 所有这些人 比如说给你一片林子 把他全弄掉 所以以前的村民 不会这么干 比如说你看香港 不是很能弄风水林吗 对 就以前中国传统农民 对待一个自然环境 没有像现在 破坏的那么猛的 现在我们这代人就是 往前看不到先人 往后看不到后人 只看到我 这叫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连天地之游游游 都烫而尿下 对 很奇怪 讲起来那个天价虾 也好香港这么旅行 是展展的 还有你个六九道转 是真的相通的 就是一个借来的时间 跟借来的空间 这个空间 为什么是借来的 因为所有权都属于国家的 我今天这点经营权 是借来的 然后借的时间 是不明确的 谁知道这个掌权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